究竟去英国之前要不要卖楼呢? 去到英国之后才卖楼 会不会要交很高的资产增值税呢? 股票赚钱要不要交税呢? 这段片会和大家解答以上的问题 首先在这里戴上头盔 本人并不是英国税务的专业人士 本片的资料主要是根据HMRC官网 和其他平台资讯整合而成 如有错楼希望大家多多抛咸 英国税制是复杂 如果你需要处理就着你个人的财务情况 只要付少少钱 向相关的税务专家做查询 来到英国税务的第三集 就是资产增值税 上两集说了税务居民的定义和入息税 这一集就说资产增值税 现在和大家一起去看 资产增值税包括什么 当你要出售一个资产的时候 出售的价格比你买入的时候更高 中间的差额就要交税了 要交税的是你赚的差价 而不是你出售的售价 但多数个人财产如果超过6000英镑 就会纳入capital gain tax 有一样例外就是你驾的汽车 另外你自住以外的房屋 都会纳入CGT 如果你主要的房屋 如果拿出来出租一样会纳入CGT的范围 还有商业资产 加密货币 好像Bitcoin等等 都有机会纳入capital gain tax的范围 大家要留意了 有什么不包括呢 如果你将你的股票作为礼物 送给你的partner或者慈善机构 通常都不用交税 你放在ISA或者PEP里面的股票 什么是ISA或者PEP呢 之后会有时间我会拍片跟大家分享 另外还有SIP 政府国债 合资界的公司债券 另外还有员工股东的股份 这些都不会包括在capital gain tax的范围里面 然后到大家最关心资产增值税的税表 大家应该记得有一个入息税的税界 资产增值税其实也是建基于入息税的税界 作为刚刚移民到英国的朋友 头几年很大机会是交基本税率 如果你用基本税率交入息税 在资产增值税方面 物业要交18% 非物业资产 例如股票 债券 名画等等 就要交10%的资产增值税 如果你入息税是交高税率或者附加税率 那你资产增值税交的比例就会更加高 就是物业28% 非物业20% 跟income tax一样 capital gain tax资产增值税一样会有免税额 基本一年12300磅 如果你是放入trust信托基金的 就会是6150磅一年 如果人在英国 那么海外资产要不要交税呢 根据官网所说 如果你的资产在海外 你都需要交这个资产增值税 如果你是英国税务居民 但是你还没做dormousal 即是声明自己用remitabasis 就是汇款依据 汇入去英国的钱 才交capital gain tax 那这个就有特殊的规定 计法就会不一样 我在第一集 《税务身份》里面 都有说dormousal和normousal 大家如果想了解的可以看第一集 即使你人不在英国 你在英国卖楼或者卖地赚到的钱 都要交资产增值税 其他英国资产 例如股票就不会纳入资产增值税里面 除非你五年内回到英国 到时会计算的 投资不是一定赚钱 那虚钱怎么办呢 英国税局那里有提扣 当你虚钱的时候 你可以将那一个纳税年度里面 其他地方赚到的钱 扣回这个虚钱的数 如果你的英税收益的总额 高过免税额 即12300磅 那你就可以从之前的纳税年度 扣除未用的损失 如果你的亏损 扣回收益 还小过免税额 你就可以将剩余的损失 结余转到未来的纳税年度里面 你不用立即报告损失的 你可以在资产处置的纳税年度 结束之后最多四年内撒赔的 下面是官方英文的条文 可以给大家参考的 有些要提醒大家的 大家记得卖完楼 记得尽快交税 成交日起计 30日内就要报税和交税 如果迟了的就会有罚质 迟6个月就要交100磅 迟6-10个月才报税和交税 就要交100磅 再加300磅或者5%税款 如果再迟超过12个月以上 就是刚才的罚款 再加一次300磅或者5%税款 移了文之后才卖楼 可否以免税将钱汇入英国 用来购买英国的物业呢 根据HMRC的理解 那个物业是否自住物业 以及你不再自住之后 多久才出售物业 将会影响你交多少税款 如果之前是自住物业 而在9个月内放出 你会入英国的钱 是完全免税的 大家留意了 免税比率的计算方法是怎样呢 其实就是总免税年期 其实就是说你的自住年期 再加上额外免税年期 除了拥有物业的年期 再乘100% 假如现在有个例子 一个家庭搬去英国之后 第21个月才卖楼 而这个单位已经买了120个月 免税比率就等于 99% 自住年期的月份 再加9个月額外免税年期 除了它总共持有单位120个月 最后乘100% 这个单位如果出售的时候 就要交一成的税款 因为它的免税比率是有90% 当然如果你选汇款制 remitting basis的时候 考虑就会不一样 因为头几年 可以只是将回入英国的钱 先交税 不回入的就不交税 这个取决于每个人的财政状况 如果你有很多不同的资产 分别散在香港或者英国 或者其他地方 我想你都需要找一个 GV人士帮忙了 因为这段片只是简单 和大家讲解 资产增值税的内容 和基本形式 下一段片将会讲解 遗产税 股息税 等等不同的其他税款 大家记得继续留意 喜欢这个频道的朋友 记得按like subscribe 和share 多谢